好 你们就来了 星期一的时候呢 我们呢是 讲了另外一个重要 事实上有两个重要的定理 一个是Intermediate Veloz Theorem 中间值定理 那利用这个中间值定理呢 事实上今天那个演习课呢 助教会跟大家讲一些所谓的应用 有一些题目 我们可以用中间值定理呢 是可以保证 有的 就是可以证明的 比如说 其中有一个题目是 是有趣的 地球 这是地球 然后地球 一个圆 那我看看 是 反正是我绕过这个南极跟绕过这个北极 绕这个地球一圈 那 我说 必然有两个点 它在正对面的 这两个点是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 但是它在正对面的 它的那个气温 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一个一个一个命题 我要是一维还是两维啊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是 我没有说 记得非常清楚 我看看 这个是叫 事实上有一个名堂的 叫Antipotal Points 那它是正对面的 应该是就是这个样子 正对面的 对着这个圆心 应该是没有错 就是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点的气温要是一样的 通过这个地球 通过这个圆的核心 这两个的气温 你假设气温就是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费塔 那F就代表它的气温 这个点的气温 那它是 就是那个费塔跟那个两拍减费塔的气温要一样的 那同理呢 譬如说我现在呢 是一个01引到01的函数 那如果是一个01引到01的函数 这点是Y等于X 那你如果是一个连续函数 你要怎么画 你有没有可能经过这条线 问题是这个意思 你会不会经过这条线 那我们要证明就是说它一定经过 它一定会经过 所以像你画一个函数 它就是要经过 你最坏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最坏的时候 可是也是经过在这个点 它是交着这条线 那经过什么意思 经过就是你的Y等于 你这个函数满足一个所谓的Fx等于X 那这个呢 我们叫做一个所谓的Fix Point 一个不动点 那这个不动点呢 事实上是相当于就是找零点 你将这个这条线拉下来 相当于就是一个零点 那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找不动点这个事情 因为呢 我们在理论上 在譬如说你们做维恩Function 你们在沙水基下水维恩Function 那有没有解这个事情呢 可以变成是一个有没有不动点 某一个问题有没有不动点 那我们知道找根跟找解是一样的 那找不动点跟找根 事实上也是类似的事情 那有一个华人叫做梵姬 这个名字很特别 他的鸡好像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华人叫梵姬 那 他就是做不动点出名的 凡姬已经去世了 刚去世 那他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个讲座教授 也是一个院士级的 他应该是做救援院院士 也当过救援院数学所的所长 短期的 那 比我算是高两倍了 他去世的时候也是年纪蛮大的 那还 还蛮 蛮特别的 因为他去世以后呢 他有一些遗产 那家人还捐了一个遗产 变成是一个 一个奖学金 挂在美国数学会的名下 所以是一个华人 但是呢 他在数学界有一定的地位 那他们家人也是非常慷慨 那就是将他的 一部分的 捐了一部分的钱 那就是去成立一个 房基的一个 算是基金会这样子 那房基就是 做了很多的不动点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不动点 就是一个连续函数 F 是从01到01 然后连续 就这么简单 就会imply 存在一个X 那图画上就是说 他一定要经过这条线 那 那你想通了 这个是很简单的 这个 这个写四行就写完了 那我就留着助教 来跟大家讲 那这些不动点呢 在经济上 因为是 就是相当于他找解 结果就是房基的 这些不动点理论的 发觉是在经济上 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不动点是 不动点定理 观不动点定理 可以写成一本书 有很多不同的 不动点的 结果 那 其中某一些呢 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变成是一个领域了 有简单的 有简单的 像这种 有比较复杂的 是这样子 他英文是非常好记 Key Fan 很特别的 Fan是他的性 反击 Key Fan 好 这个是 算是题外话了 那我就要 要延续我星期一所讲的 OK 我们之前呢 是 就是做了这个3.12 这个定理 利用这个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我们做了就是 一定是 一个连续函数呢 就会将 区间 引过去区间 那我这个区间呢 有可能是Ki的 有可能是B的 有可能是半K半B的 那 事实上我们有 有九类的区间 我这里写一写 A B 是有限数 那 那 光就是所谓的 有界区间 我们有四类 那 无界的区间 你设置无穷 或者是负无穷的 就有五类 然后最后 这五类呢 包含着 这个所谓的 负无穷的 无穷 最后这个区间 那 无论是哪一个区间 你引过去 函数值呢 你的值欲呢 也是一个区间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写的 利用 用这个语言来写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的F呢 是从E到R的话 如果E是一个区间 则F1 也是一个区间 E是区间 就imply F1 它的值欲呢 也是区间 是这个意思 那 那个证明呢 以赖于我们的 这个Lenma 3.13 那就是我们对区间的认知 是怎么样子 Interval 那 那个认知就是 就是无论是这九类的任何一类 它都满足这个条件 而且这个是弱且为弱的 满足这个条件 就是这九类这种其中一类 那今天呢 我们等一下呢 要来给它证明 那 在证明之前呢 我先完成了 这个col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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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推论的意思 事实上 这个推论呢 是从3.12 所以它是3.12的推论 而不是3.13的推论 那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再多一点资料 我这个E 这个集合呢 它是一个区间 我再多一点资料 它是close and bounded 则 我就可以断定呢 F1呢 也是close and bounded 那E是区间 F1当然是区间 这个前面所说的 那然后close and bounded 这边就是close and bounded 所以我先给这个 这个证明 那 所以这个呢 除了利用3.12之外呢 还要用到我们的Extreme Value Theorem 前面的所讲的那个极值定理 那我们怎么看呢 那首先呢 就是我当然知道就是 利用3.12呢 F1就是一个Interval 这个是已知的了 那所以事实上就是 我需要讨论的就是 它是不是有界B区间 那它是close and bounded interval呢 是哪一类 事实上就是这一类啊 它是一个AB的形态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B区间 然后是有界的 那我们前面的Extreme Value Theorem 就是说对于那种区间来说 那种函数 连续函数定义在这种区间 它就是这个函数呢 必然达到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好 好 好 所以呢 我就定义呢 是说这个 既然它达到最大值的话呢 我定义这个最大值呢 就是F of xm 就是xm呢 就是那个能够达到最大的那个点 好 我们叫最大点 好 所以Fxm就是它最大值 假设xm是最小点 那F of xm呢 就是这个最小值 那我只要Claim 我这个值余呢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好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如果它等于这个东西 那当然就是close and bounded interval嘛 好 这个就是close and bounded interval 那就做完了 好 那左方是右方的子集 这个是 那你要说两个集合一样 那又回到我们的集合论里边 左方是右方的子集是trivial的 就是extreme value theorem嘛 就是follow from follow from extreme value theorem 因为它每一个点在这里的话 它都要比这个大 比这个小 比这个大 不是这样子吗 好 那 是 这个 也是左方的子集 那这个也是trivial啊 为什么 这个事实上就是 它是一个interval啊 那我知道就是fx小m 当然是在f1里边嘛 它是这个值域的其中一个值啊 x小m是在1里边的 那同时fx大m也是在这个里边啊 好 那 这个3点12是说 你这个f1呢 是一个interval 所以任何两个点 中间的所有点都是在这里 不是吗 你当然 事实上这里 你也可以用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再正一遍 就是它中间的值就是一个c 那我一定在这个1里边找到一个点 它等于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这个就是小a 这个就是小b 这个是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或者是 既然我们做了这个3点12的话呢 我想我还是喜欢用3点12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 那就是f1是一个interval 然后我有两个点在里边 相当于就是一个x 一个y 在这个interval里边 x小于y 就表示说它中间的东西呢 就是在1里边 这个就是interval的那个定义 那就是fx小m f的x大m 这个b区间 这个是开的 这个是开的 这些括号 我们要很小心的 也是在这个interval里边 那所以 它们只要相等 因此呢 这个等号就成立 不写那么多了 那这个就是calorie 它是close and bounded interval 连续函数 将close and bounded interval 引过去close and bounded interval 是这样 那这个 不要以为这个很很简单 这个我们下学期会再来看 这个是重要的一个一个结果来的 目前可能大家看出来没有什么很特别 那但是我也要点名 这个close and bounded 是两位一体的 怎么叫两位一体 我光close 不能保证这边是close 光bunded 不能保证这边是bunded 是这个意思 我可以举一些例子 去说明这个事情 好 比如说fx 等于x分之1 等于x分之1 那如果我的1是等于01 我的f1呢 那个集合呢 却是等于1无穷 这个图呢 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这一段 01引过去的影像是1无穷 这个不是bunded 这个是bunded 可是这个unbunded 对不对 这个集合不是bunded 那 另外一个函数 我要close 我要close 引过去 却不close 好 比如说fx等于 R tangent 那这个图呢 是这个样子的 好 它是tangent x 倒过来 y跟x呢 给它倒反的一个图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二分之π 这个是负的二分之π 那它从来没有碰到这个二分之π跟负二分之π 这个函数是这个样子 那它是一个连续函数 这个我们往后会给大家说明 所以上它是可为 它是可为 它是可为 所以它连续 那 然后你任何的 你这个b级 譬如说 我这个林无穷就是一个b级 它的余级 这个是一个b区间 它的余级是一个开区间 那 但是我的f1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close interval 它的 它的 所谓的 植域 或者它的影像 它的影像呢 就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这个0 到二分之π 它不包含二分之π 这个是一个开的 半开半壁的 集合 好 这个是not close 好 所以呢 这个close跟binder 这个呢 不能单打独斗 我们要一起来的 它们是二位一体的 才有好 才有这么好的性质 那 是这样子 这个是3.14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